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啊老师告诉你今天还是按照技术数论几何形成来讲 首先呢技术当中的这个题是这样的 他说如图所示 那么在边长为1的小正方形组成的4乘4的方阵当中 那我说了一共有25个格点 现在说在以格点为顶点的直角三角形当中 那么两条直角边的边长分别是1和3的直角三角形 共有多少个呢 看好了 现在说你看啊这个图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小三角形啊 这个小三角形啊它的边长分别是3和1 若你画这样的小三角形 我们在这个方阵当中能画多少个 诶 那同学们很明显啊 通过前三角的学习再没方法 咱们现在是不是也有一点方法性了 也就是我们知道在找的时候一定有规律性的找 那么我怎么才能有规律性的找呢 嗯怎么办呢 同学们你观察观察 你说这个小三角形它在哪里 在矩形里面 嗯在什么里面 长方形 诶 在长方形里面 在矩形里面是吧 嗯 好 那现在我们发现了 这个小三角形它在长方形当中 那是不是就说明有一个长方形 那就应该对应着这样的三角形啊 对 但我没有说对应多少个 一定是一个长方形对应着一个1乘3的三角形吗 不是 不是 好了那现在看啊 那你告诉我 既然你说咱们的三角形在长方形里面 我只要找长方就行 就行 那么一个长方形里面 有几个1乘3的这样的直角三角形呢 嗯 数一数 要一个两个 那非得是这个方向放的吗 没有 还可以整画 是不是还可以这样画呀 对啊 哎 那么又出来了一个两个 因此一个长方形当中 可以对应着多少个1乘3的三角形 四个 哎 四个 好了 老师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一个对角线画出来的是啊 一对 对 那么再斜着画一条对角线 是不是又出来一对啊 嗯 好 那因此我们发现 一个1乘3的长方形 应该对应着4个1乘3的直角三角形 是吧 嗯 好 那下面呢 老师就领着你来数一数 我们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长方形呢 首先你看啊 我这一行我能画出几个长方形 1乘3的 两个 哎 左面一个 右面一个 右面一个 好了 左边的是这样的 然后右边的呢 是从第二个格开始 这样的 对吧 嗯 好 那么这一行啊 有两个长方形 老师给大家记录一下 一行 两个 长方形 一行两个长方形 我们一共有多少呢 四行 哎 一共有 四行 所以最终 长方形的个数应该是 八个 对不对 好 四乘二应该是八个 那么每一个长方形里面 应该有四个三角形吧 嗯 所以还得再乘一 四 同学们 我这要题算没算完 没有 为什么 还有竖着的 太棒了 我现在所有的长方形 是不是都是横着放的 嗯 哎 那么我们这个图 是不是还可以给它倒过来 竖着放 对 因此倒过来 竖着画的这个长方形 是不是又是一种情况啊 嗯 所以 同学们 如果竖过来的话 情况数 跟这个应该是一样的吧 对 那么应该在 乘以二 哎 在乘以二 这才是最后答案呢 好了 那么我们发现啊 思考的应该算为这样的几步 第一步 就是呃 一个一乘三的长方形 对应该四个一乘三的直角三角形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 我要数一行有多少个长方形 下一步就是整个图有多少行 那么就可以算出 有多少个长方形 那么长方形再结合上三角形 三角形应该有几个 但是我们发现 这个图啊 我可以横着画长方形 也可以竖着画长方形 那么竖围的情况数 跟横着的是一样的 所以应该在乘以二 好了 那现在算一算 整个图当中 有多少个满足条件的三角形呢 六十四个 哎 那这应该是六十四个 好 现在啊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 此时这道题 老师告诉你 用的就是对应法 什么对应法呢 长方形和三角形 对应的一个方法 好 那这个呢 最后答应该是六十四个 所以同学们 在做这一道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了 找好对应关系 如果说我们自己 要算的这个个数啊 不太好算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找一个 替身对吧 哎 我数一数我的替身 有多少个 那么我原来要求的这个量 不就有多少个了吗 所以在这道题当中 我们的长方形 就是三角形的替身 好 那这就是第一个 来 现在呢 自己休息一下 整理整理 一会儿回来 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还可以来看一看 三角形